尊敬的诸位法师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晚上吉祥 阿弥陀佛 我们 大臣无量寿经 白话节 学习道 一开始 法会圣众 第一 六种成就 我们今天从 这个主成就 佛 这里开始 在 我们这个经本 第七页 第五行 开始 这个佛 是 主成就 这在六种成就里面 最为主要 所以叫做 主成就 佛是 三绝 圆满的 大绝者 自绝 就超越 于凡夫的 不绝 绝他 就超越 于 二层的 独绝 绝满 就超越于 还在阴地 未满果位的 菩萨 三绝 三绝 圆满 圣中 最尊 称为 佛陀 也称为 智者 具有 无上 智慧 也正是 绝满的 含义 文中的佛 即本师 释迦 摩尼佛 那师长 蒋经 也常常提到 佛 表 信德 菩萨 表 修德 尤其 我们看 世尊 他在 菩提树下 这腊巴 夜赌 明星 他 彻底成佛了 所说的 第一句话 奇哉 奇哉 一切众生 结句 如来 智慧 得相 但以妄想 执着 不能 正德 黄老 有提到 释迦牟尼佛 所说 一切经 四十九年 所教的 都是从这一句 流出来的 然后又回到这一句 佛法很圆融 四十九年 就是讲这一句 就像孔子说 无道义贯之 所以佛开悟的 这第一句话 很重要 我们 有遇到同修 他说他很相信佛陀 但是他不相信自己 那承德就问他 那佛开悟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奇哉奇哉 一切众生 皆具如来 智慧得相 那你相信佛 那佛说的 应该相信吧 你不相信自己 不是不相信佛 讲的第一句话了吗 所以我们很容易 用自己的逻辑 自己的想法 不能随顺佛陀的教诲 应光祖师 有提到 修学 要所纵建立 正知正见 而师长老人家 在讲经当中 常常重复的 这些教诲 都是非常重要的 修学正知见 师长常说 要随顺圣贤 佛菩萨教诲 不能随顺 自己烦恼习气 我们在哪里随顺呢 在我们每一个念头上 因为修行 师长也说了 这都是很重要的知见 也是张家大师 交给师长了 修行 要从根本修 从起心动念处修 我们这个念头 跟经教相不相应 跟经教相应 就是跟自己的信德相应 我们不跟经教相应 我们就随顺烦恼了 尤其见识烦恼 像我不相信自己 这个疑心 这个疑心起来了 贪嗔 成慢疑 我们这个见识烦恼 一起来 经教就提不起来了 佛是真语者 实语者 如语者 不狂语者 不义语者 所以佛 生生世世 不妄语 他能把 他舌头伸出来 能把脸盖上 所以我们对佛讲的 要坚信不移 从这个坚信 就产生力量 性为道源功德母 自己信心保持 正面分明 在因缘当中 正面分明 自己受用了 跟人一起共事 别人也得利益了 金刚星说 信心清净 则身实相 信为道的源头 道是真心 所以我们这两天 也在讨论 要从根本 哪些是根本 信心是根本 所以我们能相信佛陀 这是我们的善根 师长也说到 人家要骗我 骗自己 首先他一定 能得到什么好处 他有什么目的 佛陀 无求于我们 一心就想成就我们 他没有必要 骗我们 再来 佛的教诲 存了三千多年了 这么多人成就 已经证明 他所教的是真实的 觉悟之法了 我们常常这样思维 能把这些遗心 破除掉 那佛的第一句话 最重要教什么 教我们要相信自己 认识自己 真正认识了 真正相信自己了 佛菩萨 包含身边贵人 这些助缘 才帮得上我们 自助者天助 自救者天救 我们假如信任自己 为了如来智慧德向 我尊重我的佛性 我不能再糟蹋了 人 起了这个心 在劝发菩提心文 你说 尊重己灵 就是菩提心 菩提心是修行的主帅 自己有信心 这个修行的路上 非常勇猛 所以主办勇容 菩提道上 我们是主 佛菩萨 师长 在外在的助缘 是办的 外在的助缘 能帮助我们多少 也是我们决定的 一分澄清 我们得一分利益 我们十分澄清 对佛的教诲不怀疑 那就得十分的利益了 而我们思考一下 世间人的信心 建立在哪里 往往建立在 我长得挺高的 我的钢琴很高级了 或者我双眼皮 眼睛又大 好像都在这些外在的条件上 我们想一想 信心建立在这个上面 会不会动摇 我记得有一个朋友 发了一个短视频给我 把好几位好莱坞的巨星 当时候都是最顶尖的巨星 每一个人 差不多有十秒钟 从她很年轻 有男明星 有女明星 女明星居多 她那十秒钟 从她十几岁 二十几岁 最后到她老年 大家想一想 这个女明星到晚年的时候 有没有信心 有时候甚至不敢出门 当初为什么走路有风 她的信心建立在 你看我长这么漂亮 可是那个是会变的 我们也有一个习气 对自己没信心 很在乎别人 对自己的看法 别人假如对自己有看法 就难过好几天 被这个感受困住 成德 还没学佛以前 也有这个困扰 有时候会问朋友说 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朋友会说 你要听真的还是假的 当我们说要听真的 心脏就开始碰碰 又期待又怕受伤害 我们的心都不安 所以信心要建立在真理上 像成德 从小最没信心的就是中文 考试高中联考 大学联考都考得不及格 后来遇到师长 师长说文文文 中华文化是老祖宗 最大的慈悲 我们从恐惧 有点转变 而且我们学佛 自己还没学佛 以前那么多烦恼 就是自己错误的想法看法 说法做法造成 自己的烦恼是结果 自己的这些思想错误是因 那既然现在可以遇到 无上圣神微妙法 那就要做一个动作 把以前的想法 要delete掉了 把老祖宗教的 经典教的要update 进来了 大家这个按钮按下去了没有 要delete 因为我们以前之所以那么多烦恼 就是自己这些错误的想法看法造成的 那我们学了 如凭得饱 把这些教诲 能够纳授在心 那这样我们遇到境界的时候 就能提得起这些教诲了 所以学了佛 以前跟别人比较 自己没信心的念头要放下来 那师长有教了 自诚感通 我们学习 求佛菩萨加持 我们学的会有所领悟 包含我们上台了 也求自诚感通 有佛菩萨加持 我们懂一点 我们就全然供养一点 两文钱 我们是真心去供养的 包含我们道德学问很不足 但是我们愿意抛砖引玉 所以曾经我的小学同学 他知道自己到了海口 去推广传统文化 他就跟我说 哇 你在台上 那么多人坐底下 你不怕 假如遇到 比你还厉害的人怎么办 我说很简单 请他上来讲 我在底下鼓掌不就好了吗 开口神气善 讲话还善气了 那不是 随喜勾得 随喜勾得 这挺好的 有时候我们一些烦恼是自己想出来了 自己吓自己 别把事情想得太复杂 他说假如有人问你问题 你答不出来呢 我说那也很好 因为论语说 知之为不知 不知为不知吧 他问我 我不会 你问得太好了 我下次告诉你 我回去请教我的老师 我们有靠山吗 你能问这样的问题 真不天哪 我们也是在表伐 就是不能打中的重磅子 不会就不会 我们心用对的都是一种表伐 好吧 不要自己太制造紧张 那我们信念里面 就是相信师长教的 也感受到自成感通的力量 所以我们现在相信 佛第一句话 真实不虚 一切众生 结局如来智慧得相 我有如来智慧得相 我们懂得至尊至爱 而这一句 也教导我们 一切众生 所以我们不轻慢任何人 一切众生 都有自信弥陀 我们不能轻慢 所以一句佛法 就能调伏我们 严重的傲慢喜气 严重的不信任自己 老和尚讲 称恨的核心是傲慢 我们是情贼先情亡 要把那个核心的习气 去掉 怀疑的 这个愚痴的核心 是怀疑 我们自己回想 当对自己没信心的时候 真是兵败如山倒 那佛的第一句话 就致我们最严重的核心习气 傲慢 怀疑 那佛接着讲到了 但以妄想执着 不能证得 那我们也不会傲慢 因为虽然我们有佛性 但我现在还有妄想分别执着 我改我自己都来不及了 怎么还去看别人呢 而这一句话也指导我们修行的重点 在放下妄想分别执着 我们努力的方向很明确 只要念头有分别执着 我们就要不怕念起 只罢绝词 把这个分别执着念能够放下 所以我们看到佛 都是在提醒我们的本来面目 尤其释迦牟尼佛 他是用我们娑婆界来教化我们的 所以他的名号 就是我们修行的重点 释迦是能仁 能仁慈 牟尼是极灭的意思 是清静 所以本师的这个佛名 就对峙我们最严重的习气 我们自私 没有仁爱心 为人设想 那我们就要从这里下大功夫了 新年新希望 我们下他三个月的功夫 从此刻开始跟人应对进退 都想着念念为他人着想 可能一开始十二勉强 慢慢两个礼拜 一个月 两个月 越来越自然 越来越提得起来 那摩尼是清静 极灭 那代表我们在这个世间 五着恶事 很容易染着 所以警觉性要很高 我们对一切人事物 不能贪疏 不能好像很想得到它 得不到它就难受 就睡不着觉 所以一切行门以静心为要 修清静心重要 尤其我们是要往生极的世界 贪念世间一根草 都不能往生 那我们听到师长讲 贪念世间一根草 那我们就要随稳入关 我现在对哪个人 事 物 我心上还放不下的 就要在这里下功夫了 我们早上还交流到 招闻到 戏时可以 当我们有放不下的 无常一来 我们就随着这个放不下的东西 去投胎了 有一位四十多岁的佛弟子 他非常乐中参加佛教的活动 结果有一天晚上他上床了 隔天他还要参加一个放生活动 结果当天他应该是中风了 结果早上他太太来叫他 今天不是参加活动吗 一看他很严重 应该已经断气了 他太太一着急了 就把他送 叫救护车送了 我想他一定没想到 他会就这么走 所以这个是上床别了 下床的鞋 他就没有再穿上 他上床的那一双脱鞋 所以师长也是教导我们 要把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 上床了 练习往生了 有可能 我不一定 隔天再起来了 假如我们 躺下去 还一直在想 我明天要做什么事 那有可能 假如刚好无常道了 我们就随着我们的念头 去投胎了 所以每一天上床 就是念完全放下 随时等着阿弥陀佛来接 实实在在讲 我们今天能把事情处理好 一定是我们心上没有事 假如用佛法讲 因无所住 心上有事了就有住了 心上常常不放事 就好像静止很清静 境界一来 事情让他办了 就像镜子 照得清清楚楚 这个境界走了 这个人走了 镜子又恢复清静了 所以心上没有事的人 他能把事办得很好 所以没有练事法 只有练心法 练这个心上没有事 才能应对好每一件事情 大家有没有经验 心上有个事 同事来找我们谈事情 我们听着听着 我们听着听着就想那件事去了 那个同事跟我们说 你还在吗 我们打合着 对不起 所以师长教得很仔细 说到没事的时候 不要打妄想 念佛 真正要办事的 真心去应对 办完事 别再想 再把佛号提起来 没有其他妄念 佛号提起来 没有其他妄念 没有其他妄念 因无所住 而且还一生接一生 而生其心 所以这一句佛号是 暗和道庙 巧入无声 庙法 江卫农居士说 这一句佛号 就是行声般若 无意念实相 这持命念佛 跟念实相 无意 所以这句佛号殊胜 我们遇到无上身妙禅 我们得掌握住 分秒必争 深深幻想自己 那这个佛号要念得相应 那我们的心要清净 平等 就一念相应一念佛 念念相应念念佛 这一句佛号里面 就是法界全体 无量光 横辨十方 无量寿 宿穷三计 光寿交错 佛号 就是整个宇宙 整个法界 整个法界 所以欧耶大师说 局尺体 这宇宙的全体 做弥陀生徒 局尺体 做弥陀名号 所以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整个宇宙都念掉了 没有一尊佛漏 也没有一本经漏掉 都在里面 所以师长说的 我们能遇到这个法门 念阿弥陀佛 中了佛门的第一特奖了 那我们要会念 要清净心来念 所以念佛的时候 一切莫管 什么人事物要放得下 字句分明 平平常常 老实念去 有一位同修 他一接触佛法很精净 念佛念道 整个虚空 都是阿弥陀佛现前 我一听挺羡慕他的 当然羡慕要进一步效法 不能羡慕嫉妒 这个方向就不对了 结果这个同修啊 他最喜欢吃水果啊 喜欢到什么程度呢 比方说刚好睡觉睡到十一点多 醒过来想吃水果 就睡不着了 然后就到附近的水果店了 敲人家的门 把老板从睡梦中拉出来 得卖给他 他吃完心满意足啊 再去睡 结果当他很精净念佛啊 整个虚空 都是阿弥陀佛啊 在他眼前 马上献了一盘水果啊 他第一个念头啊 伸手要去拿了 他这个念头一起啊 但是整个虚空的阿弥陀佛都不见了 所以世间不能贪恋了 连水果连一根草都不能贪恋了 那这个得我们自己啊 检查自己了 刚刚我们吃饭的时候 听老阿强讲经啊 有提到台中连社有一个同修 叫许隆敦 他在听李老讲经啊 结果他们家失火了 家里人来通知他 他说听经重要 听完经啊 才回去处理啊 我们在家人啊 我们有家累啊 这些东西啊 我们假如都放在心上啊 那就会变成累贼了 所以这一位许知识啊 不简单啊 家里烧起来了 没有听经重要啊 所以李老赞叹啊 那这个是真正放得下 他觉得他 他觉得听经 比这个身外之物啊 都重要 那就代表会命啊 比身外之物重要 我们人生随时在取舍 俗轻书中 当我们最重视的那个念头 他的力量是最强的 所谓强者先迁啊 所以灵终哪个念头最强啊 就随那个念头去投胎了 那我们可能会想啊 我现在还没灵终啊 可是重点来了 我们假如现在身强体壮啊 我们最强的还不是佛号 那我们能保证灵终是佛号吗 而灵终这一念佛号提起的功夫啊 什么时候练啊 要练多久啊 这些都得啊 我们依照经教啊 思维啊 提起高度的 警觉性啊 我们不能 哎呀 没事忙了 挺无聊的 好吧 来念佛吧 好啊 那念佛摆在最后嘛 所以黄念主老居士说啊 不要求我们把念佛当唯一 这个话很慈悲啊 不给我们压力啊 但是要把念佛摆第一啊 我们把念佛摆第一 它最重要啦 强者先迁啊 我们临终的时候 那摆第一的 那摆第一的当然先起来了 而且我们冷静想想啊 我们虽然有家庭 有工作上的责任 但是我们假如把这些责任事情啊 都挂在心上 反而让我们处理的 不会是最圆满的 一个人身心很放松的时候啊 他能把事情处理到最好 常常啊 都会有很多灵感出来 其实当我们心啊 其实当我们心啊 心上无事啊 只有佛号的时候啊 这佛菩萨祖先要加持啊 加持得上啊 就大打折扣了 不是佛菩萨那边的问题啊 不是祖先的问题啊 是我们的念头啊 造成干扰了 所以要把念佛啊 当第一 我们佛号常常提起来的 心地清净啊 能把事处理好 不然啊 我们每天在处理事 处理不好啊 还要收拾残局啊 甚至跳不出恶性循环 所以念佛重要啊 佛号多 烦恼轻了 智慧长了 能把事情处理得更圆满 所以人生的轻重缓急啊 我们要有智慧取舍啊 好 所以本师 释迦摩尼佛 这个佛名啊 对我们都是重要的指导啊 接下来经文讲到了 在王舍致 齐都诀 三中 这个六种成就啊 就是 让后世的人呢 对这一部经啊 产生信心 哦 哦 记载的很清楚啊 啊 这不是虚构的啊 所以地点也标出来了 齿臣呢 有新旧两臣 说法处啊 说法处啊 是王舍大臣 是旧臣 又叫上帽 又叫上帽 或上帝臣 五天竺啊 啊 有十六大臣 有十六大臣 天竺啊 是指 啊 这个印度啊 有十六个大臣啊 王舍臣 最大 那齐都诀山 亦 亦为啊 灵鳩山 在王舍臣外 五山中 最为 殊 他殊胜在哪呢 首先第一个 此山 接近 这个臣室 王舍臣呢 这个 他的室中心啊 比较 激净 所以入臣去 起食啊 不用走太远 不疲劳 但又难上 所以 闲杂的人呢 少来干扰 那 这个也是 指导我们呢 在思考问题的时候 这几个角度 要考虑啊 不能离太远 但是要兼顾啊 不能被打扰啊 大家有没有经验 现在思考事的时候 好像鱼与熊掌 我们现在吃素了啊 就不讲这一句了啊 比方说我们好像顾此 就会失笔了 方方面面的考虑到 考虑周全 诶 真的哦 我们常常念佛啊 这个诸佛菩萨一家词啊 可能都会给我们灵感啊 没有考虑到的角度啊 诶 想起来了 好 第二啊 第二啊是福德吉处 聖人 喜住 这个地方啊 是福地啊 聖人 喜欢住 当然聖人 很敏锐啊 知道这个地方 此常好啊 就像虚云老和尚 去了香港啊 他老人家说 这个地方不能住啊 那当然每一位高僧的表法啊 都有他的 启发众生的用意啊 我们不能一听 虚云老和尚到了香港说不能住 结果老和尚啊到香港去住 我们一听傻了 嗯 谁对啊 又在起这个 分别执着恋啊 都在表法 歧视我们啊 成的记忆很深啊 2005年3月啊 回到我们学院 跟大家学习啊 那刚好住在Highfield 我当时候啊 刚好要分享课程呢 早上一起床 非常挣扎 我要备课呢 还是去找 去跟着师长散步呢 因为早饭前啊 老人家会散步啊 大家想一想啊 是备课还是散步啊 那备课叫得失心很重 散步呢 散步能得到老上加持啊 你看人生随时要抉择 哦 确实啊 一陪老上一散步啊 老上慈悲的光芒 一加持啊 好像就知道要讲什么 那刚好有一天 在散步的时候 老人家突然停下来 回头看看我们呢 说这个澳洲啊 是地球上的净土 像天堂一样 可是现在世间呢 有难了 众生很苦啊 我们也不能都留在天堂 要下去帮忙 我们看老上到香港啊 香港经济开发 高度开发的地方 业力重不重啊 你们说的 我没说啊 有些话只能点到为止 但你看老人家 这种悲心啊 但愿众生得利苦 不畏其身求安乐 我们体会到 老人家待在香港 在国内啊 我们大陆的同修上亿人 心里只要想到 老和尚在国内 他心安定很多啊 这个都是重要的表法 昨天 我们法师啊 带我们到了古邦寺 我一到这个地方啊 头上就发麻了 磁场很强啊 后来知道啊 这地下都是矿石啊 这个地方磁场相当强 这个我们物装法师是 有福报之人 他只要到外地去回来 一定进去里面闭关几天 然后出来就 红光满面了 那当时候 昨天到的时候啊 就想起啊 师长老人家说的 当时候是在日本 说到啊 这个比瑞山呢 修行的人呢 成就的 最短呢 十六年才下山 最长的呢 终生都没有下山 师长举的这些大修行人呢 都是离我们 可能都几百年前 最少都可能都是一百年前 那时候人的根性啊 比我们现在好不少啊 那时候人修行啊 他就要下这么深的功夫啊 师长为什么讲这一段 我们不是从小学的 根基都不老啊 真的有潜心修学的机会啊 一定要掌握住啊 我听我们极乐寺 道德讲堂负责的老师 康老师 他在东北啊 也有用一个道场 那个地方呢 叫阿城 我说这个城很厉害啊 叫阿城 因为一个阿字 出生一切陀罗尼啊 一切陀罗尼 出生一切诸佛啊 结果那个道场的师长非常强啊 师长跟他讲 有人可以住在这里啊 你全部供养他 哪怕 他家里还需要 你还供养他 只要他肯潜下来修学 他能住满三年啊 你一定要给他顶礼三拜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住满一年的都没有啊 所以真的要定下心来啊 那是真有大福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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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山上的法师呢 都是有大福报的人 我们我们 我们物生法师 你看他一看就是 大福报的人 像我一看就是穷书生的样子 人家一住二十多年啊 人家一住二十多年啊 所以我还得好好修福报 福报够了 这个国邦记啊 这可以 这可以住得住 所以昨天才去参观 今天就 跟大家一起交流到 齐都觉山 修行人 修行人呢 得要选择地方 修行的重要了 好 这个第三呢 是山是诸佛住处 第四啊 是此山清洁闲静 十方菩萨赞叹 八部鬼神 恭敬守护 昨天呢 我们不少小朋友啊 跟着去啊 小朋友的心很清静 可以看得到我看不到的东西 所以有一个小朋友 就跟爸爸妈妈说 哎呀 这里怎么这么多 留着白胡子的老爷爷 所以这个山里面啊 修行几千人的 神众啊 不少 所以我得啊 先好好修一修 不然到时候进去啊 被人家庆祝 以前听老大上说 这个到山里面修行啊 睡在床上啊 还被摔下来 后来不敢住了 其实从摔上 床上摔下来啊 应该不要不敢住 要知此竟无用 生惭愧心啊 那可能人家鬼神啊 就不会再 作弄自己了 这一面的感应啊 是非常强的 真心忏悔啊 境界就转了 所以有一个修行人啊 很精静啊 但是他最严重的习气 他也很下功夫 什么习气呢 很容易啊 这个昏沉 打瞌睡了 他就下决心啊 到悬崖边 用功 哇 这个决心够大的 结果啊 这个习气还是挺重的 还是打瞌睡了 结果一点啊 就摔到弦牙下去了 在空中啊 护法神啪 就把他拖起来了 哇 他很高兴啊 自己本来没命了 护法神把他拖起来 他就起了一个念头 有多少修行人啊 像我这样啊 你看有护法神 护辞啊 结果这个护法神一听啊 你起了傲慢心 不护辞你了 好像说多久啊 不护辞你了 就走了 结果他就生惭愧心了 哎呀自己怎么起这个傲慢心呢 后来 还是很勇猛 继续啊 还是在悬崖边 用功 结果又打瞌睡了 又掉下去了 结果护法神啪 又把它拖起来了 他说你怎么还在呢 他说你刚刚那一念呢 发自真诚的忏悔 我没有回来 我没有回来 扶持你了 所以了凡视讯里面有讲 一念自成的忏悔啊 譬如千年幽谷啊 一灯才造千年之暗俱处啊 我们可能这一生没虚佛以前 造了很多罪业 甚至于我们学佛之后 扶不住烦恼也是有造业 但是这一念自成忏悔啊 但是这一念自成忏悔啊 真的能把这些业障 洗掉啊 所以《劝发菩提心》文里面提到 必有因缘 十个因缘 我们的菩提心能够起来 其中一个因缘就是忏悔业障 一忏悔真心就现前了 这个 一发大心啊 超过修行历劫啊 这个真心能发出来 超过修行历劫啊 好 那接着 最后 最末啊 是众成就 那本品的大比丘重 万二千人俱 以及普贤文书 贤解一切菩萨 下品的 比丘尼 五百人 亲信士七千人 亲信女五百人 欲戒天 摄戒天 诸天犯众 西贡大会 那经末的天龙八部 一切大众 这都是本经的众 那我们单说地球上人类众的四众地子 就有两万人了 同时参加法会 所以这是两万人的大法会 这经是两万人同文 所以本经第三十八品 极乐慎重刹土的 书胜显现 也是两万人同时亲自看见的 所以标出这个众成就 那么多人同在会中 所以真有这一个法会 好 那我们看接着念老讲到比丘 依佛戒出家的男子 叫做比丘 那这个比丘有受巨竹戒 比丘是梵语 含有三意 第一 启士 这个士是指 在我们中国是指读书人 读圣贤书的人 也是自于道的人 那启士 启士 启求之意 县子 启食 因为托波 跟信众托波 来养这个肉身 还有齐法 他要上尘佛道 下化众生 他承传佛法 那出家人 依佛戒律 不经营主基摩求生活 故于启食 讨饭吃 来维持生命 进一步 还需要祈求妙法 循师求道 修养之心 那首先 这个启士 启士 的精神 就是 生活物质的需要 降到最低 吃 起食 穿 三衣一搏 所以出家人 很自在 家当就是这一些 随时拿起来 就可以走了 心上 没有这些家蕾了 那佛指导 后世的弟子 以苦为师 生活 不能贪享受 以戒为师 以苦为师 这个儒家也是这么讲 事自于道 这个读书人 自于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自觉 在清明 觉他 自觉觉他圆满 自于自善 所以儒家跟佛家讲的 完全相应 英雄所见 大略相同 那这个读书人 自于道 就好像我们发愿 行菩萨道 修大臣佛法 而此 恶依恶食者 为主与义也 他 吃得不好 生烦恼 穿得不好 生烦恼 那假如他是这种状态 那跟他不用谈修道了 因为他的欲望还很强 我们早上也提到 两纲八木 大学之道 从哪里下手 格物 格处物欲 欲望 越来越低 欲望不能放下 欲令自迷 欲令自昏 欲欲欲欲 智慧不能增长 贪着 增长 会愚痴 这个是 让我们 以最低的 物质生活的要求 再来这个起实 还有另外一个意义 因为是起实 所以调伏 我们傲慢的习气 所以佛 他用的这些方法 对我们后世的地识 都有深意 所以师长常说 张家大师教导他 要认识释迦牟尼佛 学佛才不会去偏 以佛为标准 以佛教的这些原理原则 来做 因为这些原理原则 超越时空 指导我们 像佛 连休息的地方 连休息的地方 树下一宿 不然今天一看 哇 这棵树啊 很茂密啊 明天我还来 那就摊这一棵树了 所以这些标法就是 让我们对世间一切啊 都不能产生贪恋 那另外是祈法 祈求妙法 尋师求道 要清净善知事 而且啊 这个祈法那是很恭敬的来求法 李敏南老师跟老上有说啊 他们那一代人呢 是跪着把佛法接过来的 这是七法 我们看佛也给我们表演了 他在之前的修行啊 为得到两句祭言 他可以用生命啊 去供养那个罗刹 当时候这个罗刹是说 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 然后佛啊就希望 他讲呢 他讲下面两句啊 结果那个罗刹说 我肚子饿了 那你得给我吃啊 我再把后面两句告诉你啊 那佛就 求法 妄趋了 用身体供养 给他吃 但也要得到 这两句祭 这种精神呢 这种精神呢 都是在知道我们后世的弟子 后面两句 生灭灭以 极灭为乐 那我们听到佛陀的精神 包含听到李老 他们求法的精神 我们就反观自己的态度 像陈德就很惭愧啊 初学佛啊 听到感动处啊 站起来 给师长 顶礼三拜啊 万分感谢啊 老人家怎么把道理讲得这么清楚啊 我们就不再随顺这个迷惑颠倒了 但是过了 不少年了 自己一观照 好像那个听法的心境啊 没有一开始 这么真切了 那一真一切真了 一退 一退 就一切退了 那自己得 反省忏悔啊 要回到 刚开始学佛那种 如凭得宝的心 来听师长的 法身舍利啊 法药了 李秉平老师 进一步还说啊 佛法他们是跪着把佛法接过来 但是到他们之后啊 要跪着把佛法送出去啊 那这句话 显然呢 众生的根性啊 一直在往下降了 但是 李老师长 他们 慈悲为怀啊 未改心常乐 全年暗路人 但能光照圆 不惜自焚身 他们到 九十多岁了 你看李秉平老师 九十七岁 行动不是很方便的 行动不是很方便的 让学生啊 把它抬上台啊 继续讲经啊 这些行仪啊 我们不能辜负啊 是长到九十四岁 是长到九十四岁 声音都沙哑了 同修有提问啊 老人家都还在解答 在护念我们 他还有力量的时候 真的都奋不顾身呢 在护念我们弟子 那这一份苦心呢 我们不能辜负 我们要求法 如凭得宝 改往修来 喜心意行 自然敢将 所愿则得 第二呢 是破二 比丘的第二个意思 只能破烦恼 怎么破的呢 用戒定会三学 用守戒来防止身行的过失 夏老有提到 以炎禁三叶为持戒 炎 那就是 战经涕利啊 不敢掉以轻心呢 静是清静 护好自己身口意 让身口意保持清静 这是慈戒 习定来消除 自心的动乱 所以师长指导我们 读经 读经 读经就是洗定了 一字一字一句 一字一句念清楚啊 不让妄想杂念进来 包含我们念佛 都是习定了 所以黄老强调 定须习 会须文 人 智慧啊 要靠多文法 才能多明理啊 要定会等词啊 所以不能修行人 只有 只有 讲经 没有习定啊 这个不行的 习定啊 都得下功夫的 那用正会啊 来观察 使心误解 任言经当中有提到了 受心为戒 我们这个心啊 不随着 这个 眼耳鼻舌声呢 向外 持主去来 能够把他 射受回来 大师之菩萨 念佛元通章说的 都射六根 这六根能射受住 不 向外 持主 那这个很重要的 耳朵啊 要听的 佛号 听清楚 就容易把 六根呢 收射回来 所以我们 一有妄念起来 不怕念起 只怕觉慈 赶快佛号 提起来 所以 任言经讲 摄心为戒 因戒得定 因定啊 可以发慧 定起作用啊 他有观照的智慧了 所以用正会来观察 使心误解 那遇到一切静缘呢 神智慧了 夏老说的 以方便觉察 为般若 我们 在一切境界当中 啊 觉察 观自在啊 观自己的自性在不在啊 观自己的正面在不在 人一起望面呢 就不自在了 身心不放松了 那我们 在境界当中 对他人呢 要给人家善巧方便 这个智慧啊 能起的作用了 那智慧起作用呢 能破见惑与失惑 二祸尽消啊 就出三界了 因为六道轮回啊 是见识烦恼变现的 我们见识烦恼呢 断掉了 就出六道了 那见惑 就是我们错误的见解 错误的成见 失惑 是错误的想法 见惑呢 是错误的看法 那这些其实都是我们修学的重点 见惑首先第一个 深见 不能执着啊 这个身是我了 我们前两天提到 要把那个水泡啊 戳破啊 水泡不是我啊 这个臭皮囊不是我啊 这个一望无际 无边无际的大海 才是我啊 这个比喻啊 这个虚空法界 就是自己啊 叫法身啊 一切法 就是我的身啊 首先身见 边见 边见就有对立了 要把这个对立啊 放下 还有 借取见 见取见 还有 邪见 这个借取见呢 从果推因推错了 见取见 见取见呢 从因推果推错了 其实 其实 这样的成见呢 我们一不小心啊 就有可能会产生 比方我们上了年纪了 可能跟年轻人一谈 哎呀 这个社会啊 我看多了 然后就有 自己总结的经验了 可是问题是 总结的那些经验啊 跟经典相不相应啊 不做这个动作啊 自己就被自己错误的认知给障碍了 而且还跟年轻人讲啊 还误解了年轻人啊 陈德也见过 在社会当中啊 非常有能力的人 人有能力的时候啊 他自我啊 那种意识啊 会不知不觉提高起来的 会很觉得自己的想法做法对啊 我们随着经验不断积累啊 也容易老王卖瓜啊 这个假如我们没有高度的警觉性啊 真的都会增长慢行 陈德曾经遇过 教书很有经验的老师 他一讲课啊 哇大家听了很佩服 因为他又有经验 口才又好 但是陈德啊 有劝情啊 说这一位老师啊 你经验非常丰富 这个是非常宝贵的财富 但是啊 你这些经验都是透过你自己总结的 好 那可不可以啊 你先静下来 先 好好听老师上的一部经 透过这一部经的指导啊 对照对照你所总结的这些经验 是不是跟佛经 跟老阿尚的教会相应了 这样你再讲出去啊 那没有问题啊 可是假如你没有做这个动作 你一讲出去 跟佛经不相应 跟佛经不相应 就可能误导别人了 哎 离经一致啊 便是魔术啊 我们佛门的公案 下错一个字转语啊 舵五百事也乎生啊 当然 我们不要听了这个公案 我不发心讲经了 师长讲这个公案是不是让我们害怕啊 不是啊 是让我们 得到很深刻的启示 不能随自己的意思讲啊 所以老阿尚说 我最佩服孔老夫子的八个字 素而不作 幸而好苦 老阿尚为什么要特别强调 我最佩服孔老夫子的八个字 陈德跟大家保证啊 应该这两千多年来啊 学卢的 应该没有讲过 我最佩服孔老夫子的八个字 可能没有人讲过这句话 师长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他老人家看到了 只要不守住这八个字啊 讲经太危险了 讲着讲着 自己的东西就出来了 孔子都守啊 老和尚都守啊 我们一不守啊 就出状况了 所以这是老和尚的慈悲啊 老和尚 他从小的人格特质啊 千光逼人啊 非常的谦虚啊 而他老人家 他在讲经的时候指导我们 说他自己 讲课 他心境啊 听课的人啊 都是兼学 他给大家做报告 老和尚 老和尚他本来就谦卑啊 他讲这一段 互念我们往后 好几代的弟子啊 因为往后的弟子啊 都不是从小学的 都是成年才学的 四大烦恼 长香水啊 尤其这个我慢呢 包含孟子也提醒了 人皆好为人师 所以假如 我们没有守住 这八个字 没有守住师长 知道我们的这个心态 只有自己是学生 听课的人是兼学啊 我们只要不守住这个心念 很可能我们的我慢呢 就不知不觉啊 会增长起来了 人心唯唯啊 道心唯唯啊 我们的心的变化 是很细微的 我们 我们一个修行的人 你说他什么时候堕落的 没有修行人愿意堕落 都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啊 这个心偏了 但是差之好理啊 就默以千里了 成德自己 所接触到的 当然是有限的 所接触到的 弘法的人呢 只要觉得自己是老实的 心态啊 就会慢慢有点偏了 甚至于会出现啊 甚至于会出现啊 任何事情都是自己对 结果他团体变一言堂啊 大家都不敢跟他讲啊 不敢跟他劝啊 那不得了啊 我们是成年才学的啊 我们又没有入圣贤佛菩萨的境界了 我们还有错误啊 结果团体的氛围变成一言堂 那太危险了 好 自己 还有很多习气啊 扶不住 尤其啊 自己接触到一些年轻人 他们从小学的啊 有的八岁九岁开始学 自己是二十五岁才开始学的 其实这些年轻人身上 都有自己不足的优点啊 但是当我提起啊 我是老师了 很可能这一面呢 自己的心有高下了 就见不到别人的优点了 到头来发展成 就是看别人的缺点了 我们的正面要能保持住啊 善财同质五十三三的表法 很重要啊 只有自己是学生 一切的境缘啊 都是老师啊 我们保持住了 我们在这些境缘当中 善财是善是善根 财是福德 福报德能 就在这样的五十三餐的心境 我们在一切人事境缘 善根福德 能不断向上提升 而自己 自己刚好看到啊 寒师外传 讲到了 施者啊 自如泉源 他的智慧 像这个 泉水的源头啊 一直涌出来啊 自如泉源 行可以为 表移者 就是一言一行 可以做表率啊 这样是人师也啊 那自己对照这个标准呢 那还有距离 不小啊 包含 韩玉先生说的 施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那施掌一代实教这个道啊 自己还没有掌握住啊 还要好好下功夫啊 而且这个道可以用在哪 用在身心的健康 用在 道业的精进 用在家庭的和谐 可以用在团体的和和啊 那自己 经营团体啊 自己还有很多做得不妥的 都要对照对照啊 这些经典的教导 传道授业 传授家业事业 道业 解惑 那我们要解别人的惑啊 首先要能解自己的惑 自己面对一些境缘 还有很多搞不清楚的 所以师长说 学佛啊 就是当个明白人 就是要面对境界清楚 自己在因缘当中 可能还不知道怎么讲话 怎么应对进退 那这个都要下功夫去学啊 可能自己常理局啊 还得下功夫啊 从这些基础啊 从这些基础啊 还要再下功夫 好 所以 我们讲到 这个 断见失货 我们出六道 我们出六道 所以 这个见惑里面 从果推因 从因推果啊 这个推啊 都要对照经典啊 不然 不然 告诉别人错误了 知味地误清传啊 不然怕误导别人 而 往往啊 我们能力很好 经验很多 介绍给别人呢 这些经验的时候 往往啊 技巧太多 没有回归心性 这样有可能啊 你把这些经验交给别人 都学到字幕上面去了 所以自己还得沉下心来啊 总结这些经验 从哪里出来 讲这些经验 从我们的真心 讲出来 不是一种才能的表现 口才的表现 陈德记得 第一次到大学演讲 在北京 讲完第一堂课 因为那个车辆不能进去 我们就走出校门来 那学校蛮大的 走了一会儿啊 听到后面有人 追上来的脚步声 我们就回头停下来 有一个男学生 追我们好一段路了 我们一停啊 他就赶过来了 结果 他还气喘吁吁啊 一看到我啊 就说 蔡老师啊 你的口才真好啊 我一听啊 凉了一半了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刚刚在台上啊 不知道讲了几个故事啊 应该林哲语 范仲淹都有讲到 你看 最触动到她的是什么 口才 所以 所以代表大众啊 她现在很在乎外在的东西 假如你不借有一些因缘啊 让她去感受 其实最重要的是根本 就是你这颗心 就是你的德行 那有可能 都学到 这些外在的枝末上面去 学不到根本 所以我们要立众啊 都要能体恤到众生的心 我们这样教导 会不会让他们呢 舍本 舍到本 舍到墨上面去 好 我们再看第三个意思 不磨 由于比丘能破二 磨就恐怖 认为这个人 不但超出我的管区 而且 他会教化我的眷属 途中啊 和我远离 使我宫殿形同虚设 所以心中精部 其实每一个重点啊 跟我们修行都有关呢 我们看这一段不能着相了 这个磨 这个磨 好像是第六天天王 我又不是第六天主天王 这跟我没关系 其实啊 其实啊 我们借由这个磨的 心境表现呢 但是 我们就要警觉到啊 一个人有地位了 他就容易啊 有控制的欲望 希望别人要听他的了 他有占有的心呢 都是我的眷属 所以当我们有财富 有地位 有身份呢 我们的 这个我 我所啊 会增长 我的财富 这个 车子啊 我的房子啊 这个是我 我們也听说 在道场里面呢 分不同组啊 有组长就说 这是我的组啊 你不能断我的人啊 那不是很冤枉吗 我们入了佛门啊 是要了多生死啊 我们的我所 反而在佛门里面 在增长啊 那不是变 这个冤大头啦 把自己 无量且来 西尔南部的姻缘 给猝死掉了 所以李炳南老师有说啊 各副专责啊 互相协作 有不同部门 执掌不一样 但是当 有需要 来支援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不能在那里分哪一个部门呢 说的 分工不分家 所以我们修学高度的警觉性啊 自己在因缘当中啊 放下我跟我所 而不是增长我跟我所啊 我 成德记得 当初 也有接触到啊 不少佛教的团体 因为我去参加活动啊 坐在火车上 就听到啊 有一些长辈就说了 谁谁谁是我度的 谁谁谁是我度的 我当时候呢 佛经啊 都还没怎么接触 我听这个话 就觉得怪怪的 也不知道怪在哪 后来有一天 读了《金刚经》啊 佛说 如是灭度 无量无数 无边众生 实无众生 得灭度者 我一看 佛没有说他度众生啊 怎么我们开口就是 谁谁谁是我度的 谁谁谁是我度的 那就在因缘当中啊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在增长了 所以 这一段啊 很提醒我们啊 不能说 这是我的指名啊 不能 离开啊 人家离开是脱离轮回 你怎么可以去 要控制他呢 你应该要成全他啊 那我们再拉回来 我们的家庭了 佛法 传统文化 小大圆融 大可以用在天下 小可以用在自己的家庭团体里面 当父母的人 我们在跟子女的因缘 我们假如堂堂起一个那种 你是我儿子耶 你得听我的啊 哇 哇 那我们这个 控制要求欲啊 可能就在这个因缘当中增长了 会修行的父母啊 就在这个静缘当中 放下控制 所以师长常常强调啊 你会吗 会不会修行 在家庭的静缘呢 要不要我跟我所 能够越放越淡呢 王凤怡老先生 他曾经有提到 我们不能要道 不能要情 其实这个对我们 面对家庭眷属 是很重要的提醒 第一个要道 要别人 行道 你怎么可以没做 佛法 这么教的 你怎么没做啊 我们都向外看别人没有行道 公于论人者 查己必输了 比方 跟同修在交流 哎呀 我的 丈母娘啊 不是很认同啊 其实当我们 心里落一个 哎呀 我丈母娘不认同啊 这个念头 会不会障碍自己 真心一法不利啊 真心一法不利啊 你把这些应念都放在心上 会影响自己的真诚心 会影响自己反求诸己的心 好 所以这一句真心一法不利啊 很有味道啊 那 那成德跟他交流了 我们不着相 你丈母娘不是很认同啊 原因出在哪 我们把原因客观了解了 我们去掉他那些原因 他的误会 然后我们自己呢 要做的 把经典做出来 种新的好的因 那慢慢他就转过来了 好 那今天呢 遇到一个同修 那 他的妹妹 发心了 护士道场 那 这个妹婿啊 也同意了 后来做了几个月啊 因为太太不在家 可能这个丈夫啊 也产生了一些烦恼 然后就 请太太回去 那这个太太的哥哥啊 他也是学佛的 这个妹婿嘛 要让妹妹回去了 这个哥哥的也是学佛的 不行 不能回去 他当初答应了 答应了 那我妹妹来了 要识服她 大家想一想啊 我妹妹妹 也就是自己的依报啊 随着什么转 随着自己的心转 当我们这个心念 他已经答应过了 要说服她 这个心念 是真心还是忘心 这个心念 这个心念里面 夹杂的要求 你答应过了 你答应过了 这个心念 是正念还是忘念 我们要表现什么 表现啊 先生 先生 谢谢你啊 你让我 能做了这几个月啊 好 家里先生有需要 我回去 相不相信的 这个话讲完了 先生的善根 会不会出来啊 会出来啊 人人宏道啊 不是讲道理去压人家 非道宏人啊 发现了这做大好事耶 我们都用我们的认知啊 要压在别人的身上 不能去体恤到别人的心了 说不定啊 这个太太也好 或者这个 这个哥哥 面对自己的内婿 面对自己的丈夫 都说啊 感恩啊 你让他这几个月 在这里发行啊 说不定这个先生善根够啊 好吧 那你们继续做吧 所以这个不要要到啊 真不容易啊 第二个不能要情啊 就是讨人情啊 因为亲人之间 长期相处啊 我们都有对对方付出啊 当我们的付出有留在心上 我们就会期待对方的回馈 当对方没有适当的回馈啊 我们就生烦恼了 哎呀我对他这么好 怎么他都不领情 他都没有回报 这个在亲人之间呢 甚至朋友之间呢 这个念头是很容易起来的 那要到的时候 要请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控制要求 在里面 我们今天也讲到啊 一切行门呢 以静心为要 静心心很重要 我们付出的时候啊 我们付出的时候啊 要往三轮体空的方向 内不见己 外不见对方 外不见人 中不见所思之物啊 中不见我们付出的这些事情 我们没有把它放在心上 所以这些啊 都是 我们透过这个魔王 我们能够回到 我们的心念上 回到我们的家庭团体上 来放下控制要求 那个控制严重一点啊 人家觉得不相应要离开了 还会讲出威胁对方的话 那这个会让人呢 对佛法 甚至对师长 产生 怀疑啊 诶 你不是常常都接近师长的人吗 怎么还讲话威胁我们呢 所以常理举药指导我们啊 常理举药 李秉兰老师说的 不让人讨厌啊 其中有一句啊 绝交不出恶言 不能讲这种威胁的话 我们的心境 对方 跟我们在一起三年 五年 我们见到人呢 就说他这三年的好 就说他这五年的好 我们心中放的 就是人家的付出 跟恩德就好了 所以师长有说啊 我们要修普贤行啊 普贤行啊 只有赞叹 没有批评啊 我们有把对方的不好放在心上 我们礼敬诸佛啊 就不容易做到了 好 好 那接下来啊 讲到大比丘 的大字啊 很重要 是指啊 回小向大的比丘 好 从原发的 指求自觉的 小陈星 发展为 普度无量无边 一切众生的 殊胜广大 无上的 绝他大愿 好 从原先的小陈 回转到 去向大臣 从行 身闻道 变为行 菩萨道 这就是 回小 向大 参与法会的 一万两千比丘啊 都已发起大臣行 正在行菩萨道 所以叫做大比丘 黄远老 在静修节奥报恩坛 有讲到 一个公案 就是摄立佛 他修小陈 后来啊 发起大臣心了 发起大臣心了 这个心一发 好像是 跟天王感应了 这个天王啊 就视线成一个小孩 然后哭得很伤心了 因为他母亲生的重病了 就到摄立佛的面前了 我母亲 母亲快活不了了 得要有眼睛啊 做药影啊 才救得活了 摄立佛发了大臣心了 一看到这个情况啊 马上手拿起来 把右眼挖下来了 这个要交给啊 这个小朋友啊 这个小朋友说啊 你这个人太急了 我要的是左眼啊 不是右眼啊 哇 这摄立佛想 我本来想说挖了一只眼睛啊 我还有一只眼睛可以看啊 结果说挖错了 得挖左眼啊 反正发大心了 又把左眼挖下来啊 交给这个小孩 这个小孩 闻了一闻 嗯 错错的 就把他扔啊 哇 摄立佛一看到这个景象 众生太难度了 我还是 不度了 就又退回啊 身闻了 这么一退啊 大臣心 发不出来了 经过臣点节啊 都还在小臣 后来遇到佛陀了 经过好长好长了 才再发大臣心了 那我们发了心啊 就不要退了 师长也给我们心理建设了 我们要跪着把佛法送出去啊 诸位大德同修啊 我们跪了没有啊 这些都是老和尚教学法 预防法 先给我们做心理建设了 我们真正遇到的时候 就不会太难受了 就像李秉兰老师 跟师长说了 你讲的不好还好啊 你讲的好啊 住的地方都没有啊 后来真的遇到这个情况了 师长说老师已经讲过了 好有心理准备了 而当我们呢 在利益大众的过程呢 我们常常也会 哎呀我不想做了 那个心念啊 很可能就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 那个小层的习气啊 常常也会冒出来啊 所以我们这个 立重的心呢 只要有退了 提醒自己啊 这个小层的习气啊 又在作用了 好 我们不能随顺这个习气啊 要提起啊 众使生子诸苦中 如是怨心 永不退 把阿弥陀佛这个心境啊 放在自己心中 在境界当中啊 我们能够随时提起来 相信啊 我们就不会被境界给转了 好 我们不被境界转 境界就被我们的真诚立重之心啊 所转了 好 今天时间到了 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有讲的不妥的地方 还请诸位法师 诸位大德同修 批评指证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 我们一起念佛回向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